小兔种田 小白兔在一块地上种了棉花和麦子 有一天,他发现棉花和小麦长了牙虫,非常着急 忙去请教青蛙 青蛙说,你去请七星瓢虫吧 它们是牙虫的贺心 果然没几天的功夫,七星瓢虫就把牙虫吃得干干净净 七星瓢虫走了没几天,又来了几只二十八星瓢虫 小白兔问,你们是谁呀 二十八星瓢虫说,我们是七星瓢虫的哥哥,是来帮你管理餐园子的 一个星期以后,小白兔发现棉花和麦子被咬得七零八落 他忙去问青蛙 青蛙说,二十八星瓢虫是大害虫 它们是庄稼的天敌 它们虽然长得很像七星瓢虫 但是,一个是吃虫子的,一个却是吃植物叶子的 小白兔这才明白过来 它急忙回到田里 赶走了二十八星瓢虫 救活了它辛辛苦苦种的庄稼 聪明妈妈 长相相似好的,却有好坏的区别 我们遇到事情要多思考,多分析才行啊 芬芝翰 感谢 顽